哈喽大家好 就说一下 有的时候把一个问题 你会去反复的去想 就为什么呢 就是 你就自己过不去那道坎呗 你比如说 事情也过去了 人事物都变了 可是当年的某一件事 你还会去想他从前的 他的道理啊 如果怎么样啊 怎么怎么样 其实 你没有必要了 你为什么没有必要的呢 因为不重要了 就是 不必需要 不需要为了一些 不真实的事情 然后再去期望面 我们要做的其实是凡普归真 其实是清静心 那越是那样的时刻 你越是要有清静心 你就要明白 这就是清静心的来之不易 因为总会有一些事情出现 然后就诱惑你去思考 或者是干什么 你就要明白 这些事情是你要拒绝的 就是 你不去想它 不去想它 它自然而然不会再困扰你 要学会用清静心去解决问题 我呢 在学着多一点点清静心 它带给我的好处 是 我能够多学一点点 我能够去少一点点烦恼 这都是带给我的好处 加油